2023時尚玩家旅宿大廠 開始投票囉 我昨天妳好睡耶 一照到座家 一直好得舒服 我不知道我怎麼睡著 跟曾子余換房間 妳好睡嗎 妳昨天夢裡面忙不忙 他都沒有來教你 我以為會了 你本來很期待是不是 透過我們這幾個 麻瓜肉身實測以後 我們發現這些都市傳說 好像都是自己嚇自己耶 沒事沒事的啦 現在我們要驅車前往 捷克的第二大城市布爾諾 聽說那裡有更可怕的 等在後頭 我們現在在包杏菜包裝 好可愛喔 然後這裡面有個市 有市集啦 對啊 就是當地的小農 他們種了很多的蔬果 都會直接送到這邊來賣 它是當地的人 在地啦 對啦 會來買的 哈囉 哈囉 來出閉去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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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出閉去 從特殊公司 當地人在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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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說中文 對不起... 我沒有說中文... 什麼啊 隨便抓個當地人 就抓到我們在布爾諾的 導遊大會 這機會喔 我看是比中樂都還低耶 I want to ask you This market is... It's actually very old Yeah It's from 13th century to more than 700 years And ever since we have this tradition 我們吃了很多蔬果 和蔬果 你可以吃了很多蔬果 吃了很多蔬果 對... 其實我是滿興奮的耶 每次都是看到那種旅遊生物頻道 會介紹那種市集 然後買菜這樣 然後整個這個環境 就會給你覺得很浪漫 很漂亮 在這間房子裡面 然後放這些市集 就覺得很舒服耶 對啦 這市場是捷克人的 日常生活 生活日常 但是對我們這種亞洲咖來說 可是電視裡才會見到的場景耶 這個也是李子嗎 這個 好嗎 是啦 有個在地人帶路 看到不認識的水果也不用怕 就給它跳下去 買下去啊 然後再用個最在地的方法 給它吃下去啦 好啦 我們現在已經採購完了 對 然後我們在旁邊這個 飲用水的地方 超棒的 洗水果 然後直接吃下去 他們這邊就是有提供一個 這個乾淨的水源讓你洗水果 很甜耶 超甜 它這外皮這樣摸起來好像 就是好像水蜜桃 有絨毛的那種感覺 好喝喔 這樣子看起來好像琵琶喔 對 我覺得它好像沒有 還是我們生菜水果王國 我們吃的水果都甜度比較高 所以咬下去我覺得 也沒有到如此脆口的那樣 那咬下去其實這邊看 它還是滿足水分的 然後吃下去的時候 果敢屬於微脆 在於它的皮 所以咬下去還是會有 卡滋卡滋卡滋的聲音 除了杏桃之外 在這邊當然要狂課很多 台灣沒有的新鮮水果囉 台灣很小見吧 這不就是美一隻嗎 美果類啊 只是沒看過那麼大啊 有吃過活的嗎 活的 什麼叫做活的 它的感覺怎麼那麼 像腐瘦的嗎 可以是不是嗎 可以這樣講口感的嗎 真的蠻強的 但是其實它摸起來的時候很酷耶 因為它感覺隨時就會破掉 你知道嗎 它就已經非常飽和的那種 完全不酸 完全不酸 但我必須講 就是它怎麼講 它有點像蛋黃哥的感覺 就是給你就是一種 軟軟的不想上班 然後你摸它就會軟軟...這樣子 黑莓 導遊推薦 搬鍋嗎 對 洗過的 你有割到鋼烤嗎 沒有 有吃過的 他說靜姐還沒到很酸 我就是...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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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耶 好吃嗎 好吃啊 對不對 感覺好好喔 在歐洲的市集吃了新鮮的水果 逛街 在台灣必須進口的東西 所以這邊是覺得很爽 我自己是覺得我這樣拿著 這樣吃很有優越 我不知道外國還是怎麼看 為什麼 但我是覺得很酷 你知道我就覺得這種氛圍 因為我自己喜歡的水果 自己這樣在那邊吃 滿Q的 更Q的地方就在這廣場旁邊 因為這包心菜廣場 旁邊還有很多間餐車 看起來真的超氣憂的耶 來了 就是這樣子 很豐盛的感覺耶 而且他們這邊好像就是說 每天都會有一兩種口味 它今天是牛肉限定 加醬汁 對 不會有加東西 但我覺得很酷的是 我本來以為它這個 他說牛肉起司口味 會像是那種豬的 牛肉的那種絞肉 去拍成漢堡牌 但其實老實說 他們是像那種手絲牛的概念 一直絲一直絲這樣 一層一層的 然後 哇 哇 一層滴耶 你看... 好汁喔 這很多了吧 可是它牛肉咬下去的時候 它不會讓你覺得乾淨 它反而很濕潤 就是說已經把你絲起來 一絲一絲了 但你咬下去 還是會有像漢堡牌那種感覺 竟然會噴汁出來 然後它上面的那個菜 它那個芽醋我覺得對得好 也很解膩耶 我覺得它很棒的 你看它的味道 酸酸甜甜的 有一點像我們的斷菜 搞到實地變得很軟 所以變得像是一個海綿那種感覺 然後加了一點甜椒 然後它的起司是 好像有兩種是不是 下面膚成 我剛剛看一下有加得起司 然後上面再淋一起 你看 真的很好吃 你們兩個看起來真的好吃喔 是不是就到忘記本集主題 也忘記你們即將迎來 還滿趟的超級大魔王 忘記要挑戰鬼月最驚悚的內容了嗎 大家 現在麻煩收起一關 你們在10點線收看我們 招一下那種心情 現在是一個不信虐的心態 我們必須拿出我們的尊重 因為這是一個 這邊近年來開發的一個景點 它是一個人古墓穴 對 當初就是他們在挖這個路的時候 發現挖一挖... 哇 怎麼... 太大聲了 我一挖的時候發現 這邊全部都是一些人古墓 然後他們就把它變成一個 類似... 也不算 但是就是說... 他們現在就是有跟設計師合作 然後重新的就是在設計這個地方 因為這畢竟也是歷史的一部分 就讓大家來聊 所以我有特別準備一個東西 就是我媽媽出門的時候 有叫我帶著這個 然後不要亂講話 所以現在就讓攝影師 用我們的主觀 讓大家看看這個人古墓穴 就不下去了嗎 對啊 你不用講白馬 我都曉得我們的主觀 而且我們的主觀 GO 對 你別笑啊 人家說 中國人怕鬼 西洋人也怕鬼 阿松我則是說 主持人怕鬼 攝影師當然也會怕鬼 不要分開走啦 咱們一起下去嘛 而且我剛剛在外面的時候 我看樓梯那邊那個 我覺得就已經很震撼了 自己在這邊拍 這麼多 對啊 這麼多 在這樣光看到這個 我就已經覺得有點 每個人感受不同 或許有些人覺得 這沒什麼或我沒有做什麼 不會心事 這就是一個 可能藝術或是之前發展的事 但我看到我還是會覺得 有一點好像怪怪這樣子 剛剛我們導遊有說 每個人的感受確實不同 有些人覺得很害怕 有些人覺得很平和 然後有些人可以在自己 在底下待很久 OK 那我們就 好 我挺你了 對啊 那這個給你拍主觀 那你加起來 我主持人我還要自己拍我的主觀 快點去 觀眾啊 請睜大你的雙眼 世界最恐怖境地 最震撼的場景 最最最令人膽戰心驚的畫面 即將大空開 你怎麼又回來啦 這不是補風景嗎 先補一下外觀 先這樣 我想講一下 我不知道我頭有點暈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可以心理作用吧 不知道還是空氣品質嗎 我不知道就是有點 頭有點暈的 你認真 我認真 觀眾啊 不好意思 咱們再來一次啦 世界恐怖境地 毀月最驚悚畫面 會怕的不要看 但是還是不要轉台啦 把眼睛閉起來 用聽了就好啦 好中觀喔 我這... 我不想拍了 好中觀喔 觀眾啊 這可不是鏡子畫面耶 是這裡的一切都真的太震撼了 我們是真的講不出話了啦 進來之後你真的就是壯觀的形容 因為它把它堆疊成這樣 然後你仔細看之後會發現 其實其實非常多 你看得出來的是頭部的部分 其他部分可能就是 可能鏡骨或什麼骨堆疊起來 但是你一眼看出去 你一定可以看得出來 頭骨的部分 然後它會變得是堆疊起來 真的很壯觀 而且我們現在才進來這個 人骨墓穴才不到 才不到一兩公尺吧 就已經看到這麼壯觀的地方了 這個柱子 整面牆 剛剛我們是看到一個 碗碗 今天這邊兩面牆全部都是 其實剛剛有說 他們會這樣做 就是把這些骨頭排列出來 他們其實有一些意義 就是希望讓大家明白說 不管你是有錢人 沒錢人 你怎麼樣 其實人死後 都是跟他們一樣變成骨頭 其實就是有點像 佛這樣的感覺 對不對 生不帶來 死不帶去 都是一粒乘埃 所以就是看 這些可以帶給你 有什麼樣的發想 什麼樣的感覺 就人也不要太計較 因為死了之後 我們都會變成骨頭 現在我們看到這邊 有這種完整的 然後像是一個棺木這樣子的 其實是 剛剛那個導遊的意思是說 那時候可能比較詮釋的人 或是地方有失望的人 其實他們有能力的話 他們會自己會有一個棺木的 但是其他的可能就是 會只是提供一個地方 然後在這邊 其實就是當時他們挖出來的樣子 就是這樣子 全部都是堆疊在一起 但是如果透過高科技的方式 好像其實每一個都是 一句一句一句完整的 對不對 而且這邊好像只有一半 展示出來的只有一半而已 可能是黑死病肆虐 也有可能是戰火摧殘 甚至是一般的生老病死 種種離開人世間的原因 在這充滿五萬巨屍骨的地窖中 竟然都可以虐虧一二啊 他們說如果是比較黑的這樣子的 就是可能當年就是死在 就是黑死病盛行的時候 然後它死掉的時候 因為黑死病會侵蝕你的骨頭 它會看起來特別的黑 然後妳也有可能看到一些尺寸 比較小的也可能就是那時候的 一些夭著的小孩或是什麼 就在這邊告訴大家 其實有非常多 都是被一起葬在這個地方的 都有透過像有裂痕的 而且甚至會有一些有動的 可能就是當時它是意外的 就可能是透過了受傷 或是有被敲到的這樣子 有這樣擠壓的 因為很多不同的原因 然後埋葬在這裡 然後全部取出來就在這個地方 觀眾啊 其實在捷克 有著不少這樣的人骨墓穴 但其中最知名的就是 顧特納霍拉的人骨教堂啦 但可惜因為遊客湧入 以及部分人士的行為不尊重 現在教堂內嚴格禁止拍攝錄影啦 所以觀眾啊 不要嫌阿松我囉嗦 再次提醒 做個有格的女人 觀光之宇一定要遵守規定 尊重各國文化耶 但是今天這樣進來看到我覺得 真的滿震撼的 我們現在都可能讀歷史 就是想說戰爭都說 兩國打仗 多少人多少人死亡 又或者是流行什麼樣的病 然後是什麼樣的狀況 多少人 你對這個數字其實你會覺得 它很多 但你沒有一個具體化的一個概念 但今天才這樣子下來 而且說這邊是發現至少5萬劇 但這邊只有50% 你這樣光看到 你就會覺得很震撼 而且你要想 如果是黑死病的狀況 那個時候一句是可能就會造成 一個家庭這個就分崩離析了 然後有這麼樣多的 因為這個疾病而被帶走 然後弄成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生命真的很可貴 往生總結出這個東西 因為我覺得太震撼了 然後當時也是因為 可能死亡的人數太多 就真的買到沒有地方買了 所以只能用一個洞穴 然後把所有就是當時候 就是那個肌餅的人 死了之後就把它們買在這邊 我在想當時候 挖到這麼多屍體的人 應該有嚇到 明明嚇到了 但生命真的很可貴 大家不要再製作一些事情 把握答案下 無常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 真的 畫面震撼不用講 這人古墓穴帶給我們的感觸 真的是滿滿滿耶 這種把人古挖出來 在排列組合的行為 在我們的觀念裡頭 可說是大不盡啦 但是這個對捷克人 甚至是中國歐洲人來說 以前竟然是種宗教的流行 因為大家都怕死 不如好好反思人生與死亡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啦 我想去透個氣 我沒有像剛已經的那樣子不舒服 但我還是覺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看到這些東西 你會有一種震撼的感覺 你覺得自己好像 有點被狂住的感覺 我不會醒